哈囉 大家中秋節快樂 要先來講一下 昨天上課的內容好了 我們就從昨天的 其實昨天很多重點都在講這個繞社 那我們先看一下到底什麼是繞社 等一下再來推導一下昨天推的內容 第一個就是 從以前對繞社的了解就是 這個波經過某些可能是狹縫啊 或是其他東西的時候會有一個 繞過障礙物的特徵啦 那到時候光學實驗的實驗二也會做這個繞社的實驗 那這邊是拿那個光學實驗的 預報 來給大家看一下幾個圖片 第一個是老師都會講Farfeel跟Nearfeel 那這個就是分原廠跟進廠 那兩個差別是什麼呢 一個就是原廠就是很遠 那很遠的好處就是你可以用平行的平面波來做這個繞社的分析 那我們今天昨天啦 昨天看的那個比較複雜的 就是因為不能看成平面波的 進廠繞社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比較麻煩 老師用到一些像是複利頁轉換啊 還有一些積分的技巧 才把這個進廠繞社的這個式子給算出來這樣子 那這個是實驗課本啊 好像是實驗五的部分 他也是用這個類似跟老師昨天畫的是一樣的架構這樣子 就是這個是我們光考慮一開始進來的這個孔洞 那後面這個是我們可能接受的屏幕啊 或是任何你想要觀測的地方 就放在第二個地方這樣子 那如果你一般沒有原廠的條件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球面波來做所有的計算 來做所有的計算 那 球面波 好我們看一下課本 這個是課本的第一一之一啦 然後 就是他前面的一之一之一 這個式子就是在講平面波這樣子 那平面波跟球面波最大的差別就是前面的正幅 平面波就是一個固定的正幅 正幅是不會衰減 那到球面波的話 球面波的話 這個正幅就會隨著距離 距離越大 正幅就會慢慢縮小這樣子 那這邊課本有圖片啊 平面波是左邊這個 Plan wave 圖一之四A這個 它就是沿著一定的方向一直前進 那這個 正幅是不會縮減的這樣子 那球面波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source 然後 波一直傳遞的時候 它就會隨著距離越來越大 它的正幅就會越來越衰減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考慮的像後面要考慮的高斯光束啊 它其實就不是單純的平面波 其實也疊合了一些球面波的特性 所以它其實會有一些發散啊這樣子 那這個一之一之五這個式子就是所謂的波動方程式的電磁波的版本這樣子 那它的話 就會看到它是對空間二次微分跟對時間二次微分 那中間這個隱藏的像是光束的平方這樣子 那基本上有了這些數學 有了這些數學 我們待會就是要來 看一下 看一下老師到底在算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 再總結一下 就是 第一個我們要算的就是從這個架構 老師上課用的這個架構 那我們從這個 我們關心的這個 發出的平面到這個接收的平面 我們就關心這個中間 那跟這個實驗課本不一樣 我們不能用平面波來推導 我們必須要用球面波的條件 那 因為球面波不好用 所以老師就用了負利液轉換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問題 大概是這樣 那 那 一般還有要補充的就是這個 老師有時候這個 原廠他會講 這個 這個人名啊 叫Franthoffer這樣子 那講Franthoffer就是原廠繞射 原廠繞射就是用 平行的平面波 plane wave來處理 那進場繞射就是要用球面波 用球面波來處理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用這個Frannell的繞射 這樣